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夜我们谈谈围棋第一集 我想请问各位 在学围棋或对异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被比你小的小朋友杀爆过 相信你一定有 因为小朋友他们的计算力 还有对棋行的敏锐度 其实比成人来的厉害 今天这一盘棋是我跟一个小朋友的对局 那这个小朋友起力比我弱 在过程当中我用了很多的骗招 让这个可怜的小朋友感觉痛不欲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折磨他的吧 来 那当然是他拿黑棋啦 然后因为他起力比较弱 一开始双方下的堂堂正正 这个挂脚也是很不错 很积极 白棋下拖是最普通的定式 黑棋大概有斑或者是顶两种可能 那这盘黑棋选择了这个顶 他的用意是要经营这一侧的势力 这如果黑棋从这里打就变成大选风 这不是黑棋所想要的 黑棋要的是简单的定型 然后抢一个先手 黑棋这个快脚步的布局 其实是很值得赞赏的 这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这个小朋友他有三段的实力 从这手棋就可以看出是很长打谱的 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布局 那这后面白棋的进行有几种 第一种是直接从这里打入是不太能成立的 所以经过职业高手的研究 会先在这边挂一下 如果黑棋跟着硬 那白棋再从这里打入 这样子是一个白棋比较有力的下法 当然这一盘棋 我不需要拿出这么高级的战术 就可以轻松的虐他 实在我走了一个很中庸的 这也是全局最大的地方 因为再被黑棋从这里连片 就形成一个两翼张开之形 黑棋这一手 大飞 小木大飞就可以看出 黑棋起力其实蛮强的 怎么说呢 这个对白棋没有什么威胁 对不对 这个没错 很靠近白棋 可是他的坏处也就是当白棋安定之后 黑棋自身留住一个弱点 这明显有打入 那如果这个太靠近 这个又对白棋没有威胁 那介于这两个之间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飞手叫 围棋跟中庸很有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当然是讲被虐的可怜小孩 但是我也希望借由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我个人对围棋的感受 那这首棋其实很值得学习 我看到这首棋心中帮他鼓鼓掌按了好几个赞 但是我还是冷静的柴儿 那黑棋也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布局 其实我还蛮讶异的 像这首棋喔 这首棋都是职业的下法 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职业的下法 白棋这时候有直接打入的 也有我实战选择比较稳妥的 就是自己先跳一个 把自己脚奔站稳 然后再看黑棋有什么弱点 那黑棋实战不可能在这边补一首棋 因为他补一首棋就显得这一支效率过低 这什么意思呢 为了让大家明白 我简单说一下 如果黑棋小飞递个脚 这时候无忧角不是蛮大的吗 但是你就会发现 黑棋这种棋 现在就显得很没有效率 在自己已经这么坚实的无忧角 加一个拆边 你还要再去走一个 三路的一肩跳 只多为了这一点空 所以黑棋不愿意走这种 让这个棋子没有效率的棋 好 下边最大 没错 再帮他鼓鼓掌 我真的帮他鼓鼓掌好了 不然大家都觉得 因为我要开始虐鼓掌了 鼓鼓掌很棒很棒好 鼓完掌了对不对 接下来 帮他其中 走了这个打入 这手棋有一点无理的意味 但是也不全然是这么无理 什么意思呢 刚才说过如果没有这几手棋的交换 先把它拿走 白棋这个打入是过分的 最好是这边先有一个子 交换一手之后 再打入 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现在多了这几个子呢 我们就来看 虽然白棋在这里没有挂到一下 但是这个头跳出来了 这个头跳出来 其实对于这里的战斗是有帮助的 至少他中柄没有这一颗子 来的有帮助嘛 对不对 我多了一颗子 一定是比较好的 好 所以看起来无理 可是也是有理 有点硬拗的谐音 对不对 无理就无理 还要硬拗 但是棋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来看 黑棋的硬法正确 这个跳出来 这是正手 那黑棋下注这首之后 我有一点觉得 好像情况不妙 不要要电别人 最后自己反而被电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台大电机毕业 我在当助教的时候 有一次跟一个 另外一个TA 讲说 哎 那个今年有新进来 大一的学生 那我们这一次的考试 要不要出难一点 电报他们 结果那一个TA 对我笑了笑 然后呢 拍拍我的肩膀 说了一句 谁电谁 还不知道呢 这不是笑话哦 我跟大家讲 应届毕业的台大物理系 或台大电机系 确实有电报大学生的实力 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 在高强度的联考环境中 虽然你做研究 但是你的解题能力 不一定比高三毕业生厉害 好所以讲了这么多 就是要说 我这首棋看到黑棋的正确应对 我其实是有一点慌的 这边正确的下法 我先跟大家讲 好我们在学 我的 这个叫什么 每次都忘记 骗凿之前 还是要讲一下 最正义的一首 最正义的一首 是从这里跳出来 那黑棋这时候呢 从这里挖 最大限度的制造白棋 这两颗指的断点 白棋这时候 从这里教肆是无理的 因为这边黑棋人已经很多了 好所以白棋就从这里教肆 那黑棋从这里接上 这几个交换看似 黑棋好像棋型很凝重 其实黑棋成功的 冲了白棋一下 好帮白棋 这个制造了两个断点 那接下来一般定式白棋是接住 那黑棋再跳起来 白棋再跟着跳出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成 现在这一指起到了一个接应的效果 对不对 那黑棋当然这块棋型也非常的饱满 暂时也没有死活的问题 那白棋也成功的 把黑棋这里的控给破掉 这是一个两分的进行 但是我 当然不满足于此啦 因为我要电报它嘛 那要怎么电报它呢 我们就来看邪恶的下法 好 邪恶下法 第一集 断在这里 哇 这是个很有迷惑性的一首 这首下下去哦 我觉得可能现在在看YouTube的旗友也觉得有点头大 为什么有点头大呢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一指到底是要干嘛 首先他从这里叫吃就把黑棋叫吃出来了 叫吃出来这两个黑棋大概就死了 因为我现在这里多了一个子 对不对我这边多一个子 等于你算 好 但你没有尝到气 因为我这里刚好紧住你的这一气 对不对 那我这个冲出来 白棋这里死活没问题 黑棋被切成好几段 这黑棋一定不行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白棋怎么样 可以从这里叫吃 然后或者是从这里尝出来 反正这里手段很多 那黑棋看了之后头很大 要想要怎么选择 所以呢 这就是考验黑棋到底是死被布局 还是真的知道这个跳之后是我的后续手段 好 我先跟大家讲最糟糕的下法 请大家千万不要学 最糟糕下法是什么 你这一指之后不是有可能跑出来吗 有可能叫吃我跑出来 随我直接把你吃掉 这很直觉嘛 你现在跑不出来了 这不是送菜吗 如果你下出这一手 恭喜你 本局立刻泡汤 有这么严重吗 是的 我说你这一局已经输了 也不为过 然后如果你下这个 那这已经不是被虐了 因为被虐是指你的心很痛 可是你还可以继续装装样子 世界上最无用的指叫做死棋 这个子如果死了 白棋全部接到边上 不但时空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让黑棋这几个子变成了孤棋 你不要小看这三个子 这三个子其实是全宇宙最后的子 为什么它是最后的棋 因为没有一个棋会比活棋更厚 所以你贴在宇宙无敌厚的旁边 你就是宇宙无敌薄 这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棋子 现在只吃了一个白棋 两目一个眼 等一下还有可能被白棋从这里打出来 所以 这个黑棋现在不处理 跟死棋没什么两样 要处理 也没有什么好棋 你如果就简单跳一跳 这只是单关 既影响不到白棋 也围不到扣 要目没目 要眼没眼 在空中跳来跳去 这两个棋子的联络还很有问题 或还会被穿断 所以如果啊 真的可以这么完美的话 那这盘棋 黑棋 现在这个局面 大概已经输二十目了 是不是很凄惨 你看就只不过是 好我们回到刚才 就只不过是 现在 我选择了这个轿吃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意思 瞬间 就KO了 当然 如果 黑棋真的这样下 那我们这盘棋 就讲到刚才结束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 相信 大家一定听得不过瘾 所以黑棋并没有走出 这一早 宇宙无敌烂棋 黑棋走的是什么呢 登登 漂亮 这个顶 是正结 这个顶为什么是正结呢 不好意思 刚才去接了一下电话 讲到哪里 然后讲到 这首是好奇 因为第一个 他 看起来 形状就非常的优美 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那有同学就说了 这个不是没有房住这个轿吃吗 诶 没错 刚才这一纸 确实把白棋吃掉了 现在白棋 可以 跑出来 但是围棋就是这么奇妙的事 你要吃我 我就给你吃 诶 那白棋不是很舒服吗 不管是藏出来是吃掉 白棋算是吃掉了两个纸 可是白棋本来就很厚 白棋本来这就是活棋 所以白棋只是多吃了两个纸 四目 对不对 那黑棋不但把 这一纸白棋给撞伤了 而且在这里得到了巨大的潜力 所以如果白棋真的这样下 那这盘棋就是黑棋直接KO白棋 因为白棋为了两目棋子 这一手棋废掉了 一手棋价值是15目 又落了一个后手 一手棋价值又是15目 所以白棋得到什么呢 30目扣掉吃到了这四目棋 白棋净亏26目 请问你布局还没下几手 你就自己亏了26目 这游戏还要玩下去吗 当然是不能玩啊 游戏不是这样子玩的 所以这里白棋看似可以吃 其实不能吃 非常的神奇 那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现在有两个下法 第一个下法就是 好啦我认了 我知道你下得起很好 有水准 那我就这个乖乖 承认自己失败 或许这是正手 就尝一下 跟白棋这个交换之后 小拆一 这小拆一 不能说白棋现在完全落下风 因为毕竟这个黑棋还没活 他是比白棋厚没错 可是左边的白棋更厚 而右边的这个黑棋 其实有一点危险 所以黑棋大概跳一个 既扩张自己 又攻击白棋 间接支援了这里的棋子 一手棋有三个作用 一样帮他拍拍手 当然这不是实战 我只是说 这是双方最好的下法 白棋在跳出 黑棋再跳出 这个棋我们来判断一下 如果真的下成这样子 当然是黑棋稍微好 两个原因 第一个 黑棋这里跳到了 这里跳到 对这块空的印象非常大 第二个 黑棋的头出在白棋前面 所以白棋不管是继续跳 黑棋都继续出头 黑棋永远都跑在白棋前面 我只要请问你 今天跑步跑一百公尺比赛 你永远都跑在人家前面 那你会输吗 当然就不会输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可以判断是 黑棋这个局部比白棋好 那我身为白棋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虐黑嘛 要虐黑 怎么可以最后下到自己被虐呢 所以当然实战不是这样子下的 实战我没有选择 这个 长了之后跳 然后再飞出来的下法 我选择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迷中拳 这个下力 到这里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黑棋 注意哦 如果你是黑棋 你现在第一 你的心态是什么 第二 你会下在哪里 为什么要分这两个层次来看呢 因为你的心态将会决定你的下法 我觉得你的心态应该是会很慌张 因为你遇到的 这个上手 下出了你意想不到的棋 为什么你想不到呢 因为看起来是个坏棋 哪有人一开始布局 就把棋下在二路的 对不对 那这是你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是 你会觉得 yes 太好了 白棋其实是个草包 白棋其实不会下棋 那我现在正好一举KO你 我讲结论 这两种想法 都会导致于你 立刻的失败 因为白棋这刀棋 既不是百分之百的骗招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草包 白棋这刀棋 攻中戴守 守中戴攻 强大无比 无人可敌 好 讲了那么多屁话 请问黑棋现在要下哪边 很明显 白棋上一刀有这个好棋 黑棋怎么办 只能贴出来嘛 不能被压破啦 那白棋就藏 顺着黑棋的势头 走到中央 黑棋就算 我怎么拿到白棋 我黑棋不能连下两手喔 所以白棋上了跟黑棋 黑棋就算可以拐一下 白棋就给你 你这个头永远针不过白棋 有没有发现 你藏越多 白棋就跑在外面 白棋跑在外面 这一块黑棋就越来越危险 你有没有发现藏了这一只之后 煎了这一只之后 这就跑出来啦 这还得了 这个接出来 下面黑棋全死 上面这三个黑棋也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 所以很明显 我要说明个问题 就是白棋这一早棋 不是乱下 不是草包 不是废棋 黑棋要小心应对 黑棋要小心应对 所以实战底黑棋 就下了一个 飞 很明显嘛 你在你飞我之前 我先飞住你 好看你这两个白棋现在怎么办 哇 这首棋 就算不是 惊天地气鬼神 也值得让大家赞赏啊 我那时候心里是偷偷这样子想的 大家觉得这首棋好不好 给个分吧 总分十分 您打几分 打好了没 好 如果你打超过五分 就恭喜你 非常适合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因为他 可以彻底改变你对 围棋的一些想法 在我公布正解答案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一公布你就会觉得 原来围棋这么痛苦 所以我要帮你打一点预防针 我怕你看 看完之后 对围棋充满了残念 如果常看日本漫画 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有一个学生 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围棋是让人很沮丧的一个游戏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当你跟比你低害人下 你会觉得好像你在想什么 他都一眼可以看穿你 你下任每一步棋 他都知道你要干嘛 然后都可以击垮你 而你却永远也看不出来 他在下什么 他在想什么 就像一个三岁的小孩 跟一个成年人在玩游戏 三岁的小孩被看得清清楚楚 一点隐私都没有 他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哇 我听了感觉真爽 因为我以前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当然我今天的节目是 今夜我们谈围棋 不是要教大家成为一个品德有缺陷的人 而只是把徐维棋过程当中 你会感受到的 不用担心 有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跟你一起分享 当你有这种感觉 这叫做正常 讲了这么多 请问正解在哪 白棋的时候就 诶 棋怎么不见了 变魔术吗 不是 白棋就下来 断 这个断下去之后 黑棋立刻跳脚 黑棋立刻腰泪 你说这有这么夸张吗 这不是送死吗 没错 看起来是送死 你要吃我吗 你不吃我 我一接 不是就跟刚才杨姐姐死了 白棋全部连通 你一吃 这是什么 这叫做什么 长 对我知道 这除了长还叫做什么 叫做叫持 三指不能被持 只好 提掉 再接下来 黑棋有没有瞬间崩溃的感觉 黑棋这下面这几个只要死 上面这已经全部被冲烂 然后这一手棋看起来莫名其妙 现在还不如摆在这里 或者是摆在这里 结果在白棋的后室旁边走了一个飞 这下面 黑棋只好委屈做活啊 这现在是痛苦到家 可是也没办法 好 这委屈活完之后 以后再来会被立 被尖 是小尖的尖哦 不是犯罪的那个尖 这些都是绝对先手 如果这些都看成是先手 那黑棋这两个子 超级薄 白棋 黑棋这三个子 半死不活 可现在还该白棋下 黑棋得到什么 良言 在本来就是自己的地方 活出了两个眼 恭喜拍拍手 好拍一下 结果呢 自己的潜力 没了 外面三个棋子死了 白棋这里 获得了巨大的外事 所以这就是黑棋的悲惨下法 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逃得过白棋 一手一手一手 对你的惩罚吗 不要说惩罚太痛苦 白棋一手一手给你的考验吗 大多数的人都是抵挡不住的 所以我说这一集让大家一吐心中的闷气 如果你曾经输给小朋友的 我用这一次来帮你复仇 好 但很可惜的是白棋也没有这样下 因为白棋毕竟是拥有一个中华民国三段证书的人类 他也看得到今天白棋下 我稍微退后一下 他也看得出来白棋的这一个段 绝对不是什么 善良的送你吃 所以经过他严密的计算 他发现吃下去不行 没前途回家会被爸爸骂 所以他只好冷静地 怎么办 你竟然不能吃 这里又会被白棋叫吃 你就知道要补啦 诶 白棋大棋 接住 成功的 把这个黑子给吃掉 当然有人会说 诶 可是刚才白棋是这样子的棋型 现在白棋这边多了一手棋 是不是有一点委屈啊 然后自己在这里补了一手 没错 可是黑棋这手棋 同样也没有多大效率 你看成这个如果已经死了 你这手棋 如果你是要逃跑的话 是不是还不如下在这 你下在这 以后这里还是有冲断 很多的断点 更糟糕的是 这种棋 对这里的木没有帮助 对这两个棋子的支援 也不如直接拆回来的有效 所以黑棋这手棋 也没有什么效率 总而言之白棋 达到了当初的目的 成功的把黑棋 主要是把这里的棋下后 以后这边 其实黑棋是蛮难下的 我如果飞出来 你怎么办 你这时候已经不知道 棋要往什么地方摆了 如果你就冲 首先你这个冲 一定是不行的 我一挡 你这已经断不下来了 你只能从这里冲 你从这里冲之后 你把我冲断 可是这五个白棋本来就是活棋 然后你反而把这里块的黑棋 弄得越来越弱 然后这两个白棋 在有这个跳出来的配合下 其实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当我飞出来的时候 你这两块棋 其实是被分断的 而且还会被弓得很惨 所以这个就是黑棋 最后还是失败 好还是失败 要怎么办呢 如果各位棋友 你下到这里 你会做什么事情 除了打我之外 所以我们只好回到刚才 替白棋想想办法 替白棋想想办法 替黑棋想想办法 替黑棋想想办法 白棋不用想办法 白棋是 本来就是很厉害的 非常厉害 所以不用想办法 所以当白棋这个立杀 其实是隐藏着 他要从这里断下去的手段 所以黑棋 这时候只好啊 乖乖的把这个棋子吃掉 让白棋如愿以偿的 下到这一个 飞 这个是黑棋 这可以再尝一下 白棋这个还是不能被搬过来 虽然下面也很大 现在白棋这两个棋也不能死 因为 他 既 对这里的黑棋造成了 威胁 而且 刚才立下去的这一棋 如果你死了 等于你是一只死两手棋 所以这里还是得救的 这个下完 白棋的头 在黑棋的外面 然后这个地方也立到了 以后 要活棋应该还是很容易的吧 我这个简单的胡 这个眼型就出来了 所以白棋其实 当初的这个立下 与其说是片枣 不如说是 还蛮得意的一手 还算是不错 真的是还算是不错 自己夸奖自己一下 在我们这个节目中 我想要聊一聊 为什么我会 可以 入这个教学影集 因为我其实从围棋中得到了很多 所以想要 尽自己的能力 把一些我了解过后的东西 再散播出去 让大家也可以 从围棋中 得到 不能说得到跟我一样了 至少得到 可以帮助你的 你想要得到的 那我觉得 像我录一集影片 看的人大概是 少的话大概是 一百一百多个人 多的话可能是 六七百个人 那我今天去交围棋 儿童围棋 搭照儿童围棋 是四个人就可以开版 那也就是我交四个人 的时间 我来录一个影片 我可以同时让 好几百个人观看 那我觉得跟这个比起来 去交齐的那一点钱 其实那也不是一点钱啊 交一堂课 一个半小时 我顺便 讲出来 让有兴趣想要成为围棋老师的人知道 在北部的价钱 大概是七百到七百五 所以你去上一堂课一个半小时 包括你来回的通车的时间 可以拿七百到七百五十块钱 也不少 就绝对养得活自己 但是 我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 我去赚这个钱 我不如把 这个围棋影集做出来 让 更多的人 能够 跟我一起 喜欢围棋 我大概这样讲 我的 这个围棋 让我的 读书 读得非常的轻松 我本身不是什么天知 非常聪明 我从小学都知道了 我小学成绩就从来没有拿过班上前五名 一个小学没有办法拿到前五名等 最后可以考上台大殿级 我觉得围棋 是帮助我逻辑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的肺腑之谈 当然你可能 觉得 有点言过其实了 我这我是真心这样认为 那随着年纪长大 我觉得围棋可以让我理解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这倒不是说像有些人在那边 屁说什么奇如人生 这可能有 境界太高了 我们就拿这小朋友来说好了 你觉得他小小年纪 小学三年级 就 就遭受到成年人的这种蹂躏 好 这不是他做的不是下成这样 他是下成刚才崩溃的那个奇形 你觉得对他会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会对他产生阴影 没错 可是他如果站起来了呢 他如果从这个巨大的阴影中站起来了呢 他会怎么样 他会被我再次击倒 但是他如果又可以站起来 他会怎么样 他又会被我再次击倒 直到击倒到两个情况 也就是他变成残废 再也站不起来 第二个就是他慢慢的 越站越高 那他就成功了 他不用经过20岁 然后这个刚出社会 领22k 然后经过了十年才发现 原来自己从草莓族变成了非草莓 他可以在小时候就接受失败 这些动物我觉得都是在围棋 让我们更能够体验生活 好当然这一集 这一局棋是 讲一讲虐小朋友的过程 希望大家也能够知道 这边的正确下方 我再摆一次哦 抬到前面 这其实白棋可以吧 当白棋下制的时候 黑棋这是正手 白棋的正确下马是靠 然后黑棋挖 尽量最大限度的制造 白棋的断点 你不要走这个哦 这个虽然也是棋型 可是被白棋接触之后 这个白棋的厚薄有天壤之别哦 你一定要最大限度的破坏白棋的棋型 好白棋从外面打是一般分寸 因为虽然说黑棋在这里做了一个岩 可是他花了这么多个子才做一个岩 效率其实不高 所以白棋也可以接受 只要白棋黏住 然后黑棋就跳 这个也可以先跳这边啦 先跳这边也是可以的 然后白棋也是要跟着跳 双方就在玩跳跳乐 我常常说围棋就像是玩跳跳乐 从这边跳 然后再从这边跳 反正这是一个定型 那如果实战你想要考验一下黑棋 你可以先偷偷在这里断一下 他会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叫齿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 因为你不想要让白棋把这两个子吃掉 那你又可以吃白棋的方法就是这个叫齿 可是当一下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立刻让他尝到被虐的滋味 不需要看步步惊心 不需要看那个什么美人心记 从小学开始就让他尝试被虐 被虐的滋味 他瞬间就觉得人生非常的黑暗 好如果他躲过了你的第一级 然后他躲过了你的第一重级 他没有下这个他走了这个 这时候你再给他第二个考验一下 他这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走一些这种啊 这种反正他不知道你在干嘛 他一定就下错了 他只要一下错 瞬间一断 他就回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非常凄惨的 叫吃 接住 下面要死 外面要烂 那他就再度被虐 反正就是一个一直虐他的过程 如果他真的真的真的躲过了 这致命的两极 你就是他走出了正确的应手 你也可以重容的 让他知道老师刚才不是乱下的 这一切 这个老师下的期都是有道理的 然后 下完之后 投在外面 然后这个虎也可以活 这不是非常的美妙吗 好 所以 这样有没有小孩 如果有小孩的话 让他学围情 然后在你看他不爽的时候 下出这个定式 虐他 让他知道爸爸其实是强大的 如果你不想要让他打击信心这么严重 就适可而止 因为毕竟他也是你的骨肉嘛 当然这个要问 问另外一半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事实 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好了 算了 爸爸今天心情不错 不虐你了 那你就走一个正常的 这他一定会下 他就接住 没有什么 不会的嘛 跳一个 跳一个 这一个 他也跳一个 让他觉得 其实爸爸人还是蛮好的 这盘棋可以继续下下去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讲到这边 下次有机会 所以我再把 后面的棋局摆出来 反正整盘棋 黑棋就是被虐得很惨 套句 以前有一位名嘴说的话 虽然我不是很欣赏 就是哭着回家找妈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经验 我们谈谈围棋 就想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能够从中学到 很多围棋相关的知识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